一辆机车停在巷口外 正在等待车辆通过 毫不容易看准时机油眉一催 结果一四眉看到正有一辆机车 高速冲上来碰的一声 两人瞬间弹起 执行的驾驶机车翻了一圈 撞击力道看来非常大 车祸后车壳四散一地 安全帽喷飞掉在地上 车厢内的物品也掉出来 两台机车横躺路中 地上还残留血迹 现场一片狼藉 这起护状意外发生在 二号早上八点多 花莲中正路一百八四巷口 零性骑士出巷口正要左转 不料被执行的核性骑士撞倒 车祸发出的巨大撞击声 下了一旁店家出来查看 当时车流量大 店家赶紧拿出三角锥 帮忙把现场围起 远景到场也赶紧将车辆移至旁边 避免影响车辆通行 意外造成零性男子身上多处擦错伤 核性男子左手小指及左小腿 严重变形骨折 两人都被送往慈激医院治疗中 在五号制的路口 行车只能更加小心 避免随时有车辆冲出来 无法及时反应 就可能会酿成意外 记者留起焦 李廷熙花莲采访报道 小兹 房间